中传二三波音声 Vlog 看看 谁是被冻死的 早八人呀 雷死的 我拍的手就不吹风啊 我拍的手就不吹风 我也好像有一个同款 拉我去上学 明德湖边练声的人 真的是越来越多 还没到上课时间 老师让我们在外面 先练一会儿声 这就是我们的课室啦 就是挺小一间的 因为就是小课组 然后老师说 可能下个星期 才让我们进去里边玩 期待期待 注意看 这个女人开始臭美了 我还没吃饭 我也没吃饭 我也没吃饭 我吃饭 课间休息的时候 还教了我的同学 几个马来语单词 吃饭叫马来语 吃饭叫马干 对 马干 对 马干 对 下课后师哥师姐给我们买了蛋糕 说是庆祝他们小课组建立一周年 也算庆祝我们今天第一次上课吧 吃完午饭后又赶着去上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晚上要去排练舞蹈 我说北京的风是真的不管人死活的大呀 真的我都快被吹走了超冷那天 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天的晚霞 非常的漂亮 下班下班 两个小时结束战斗 然后再给自己买了个鸡蛋仔 挺好吃的 但我还是觉得 冰城那里卖的有一家叫小香港的更好吃 第一名 好了 那就就是今天的vlog 那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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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